是吧 你看这个业主找的个什么设计师啊 装脱法池的位置居然能把这个门给挡住 就这个水平还敢出来当事业解释 把你骗死啊 害死过来搞死 是吧 这个理论上跟咱们确实没什么关系 但这个房子是咱们装修的呀 如果被传出去了 那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你想一下 年老一室一米 年老估计晚节的要保不住了 不过师傅你放心 我作为您的得意弟子 一定会为您光阅门眉 他 会魔法吧 让我无法滑吧 不动的悬崖了吗 让我体会吧 哎呦 什么 嗯 这位神仙散了那些话 是吧 这个拖把池不会只是夜术买的放在这里是吧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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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师傅 你看这里很明显装窗子师傅没有把窗户装品 嗯 才导致你跳磚之后 突出这么多 如果遇到不懂行的业主 肯定会说咱们专门贴品 其实我对装窗子还是略懂一点的 要不我来帮你调一下 师傅 放我看看 贴品了没有 师傅 你说这个墙上 刷这个108胶 和那个背头胶有什么区别 我看你有时候用108胶 有时候用背头胶的 都一样啊 分别灰尘 真叫全面联合都 那我就放心了 早上你还没来 我看背头胶不够了 在磁酸方面 我全部给你用108胶刷的 我还担心你说不行呢 你上去吧 还有你吗 哈哈哈 是吧 你发现个问题没有 这个马灯就明显比上次那个马灯设计的人性化一点 上次之所以我没爬上去 我回去总结了一下 我感觉跟那个马灯有很大的关系 要不你让我试一下这个呗 啊 哈哈哈哈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我 我就说了上次马灯的问题 你要不信 你要我去上来了 哈哈 有人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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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叔叔 你刚才怎么下去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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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叔 你看这个被图刷的 漂亮嘛 这装摆的 是不是相当于技术成分 刚好给你放在大门口 等下叶主意进来 你看 心里会想 这个瓦工肯定不一般 对咱们的手艺是不是就直接得认可了 哈哈哈哈哈哈 蛤 哈 推 推 再推 师傅 很明显你这个孔他们开错了吗 你看水管的位置对不是 像开这种孔 我比较有经验 要不我来开一个给你看一下 师傅 师傅 那个 你看我切的 最起码还能对上两个孔 我感觉这个砖放不进去的原因吧 应该是水电工把这个水管给走歪了 你能不找问题的原因 就得出社主义 给我滚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叮叮叮 哈哈哈哈